她愛我 她不愛我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今天是聖誕節 不知道大家今天是今天嗎 這幾天呢 都是聖誕的假期 不知道大家聖誕節怎麼過呢 如果大家覺得寂心的話 沒有關係可以看我三個禮拜的 聖誕節Party 頭來按去 然後今天呢 我們要來做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大家知道嗎 日本人過聖誕節呢 他們一定會買炸雞跟蛋糕 那我們今天呢 就來把很密實在一起 要來做炸雞蛋糕 究竟可不可以成功呢 我也許有點緊張 那我們一休二看下去吧 GO GO POWER RANGEL BABY SHOT BABY SHOT BABY SHOT 就我哥今天突然丟訊息跟我說 我的子女就是沒有聽我唱歌 不願意刷牙 我就說天啊 我的歌聲可以哄小孩喔 大家可以試一下 BABY SHOT 跟大家說 你知道我今天呢 光熱這個馬鈴薯熱有多久 提醒大家如果要做的話可以用壓力鍋 是不是很聰明想說 那妳為什麼原本沒有想到用壓力鍋呢 我就是懶得把它從深處拿出來 對 有時候就是沒有辦法 OK 來囉 我捏囉 好香喔 我覺得還好耶 因為我有鐵砂掌 我壓囉 好 你看這個多鬆軟啊 它會比較大一點 要怎麼 可是沒有炒味道的味道應該還可以吧 誰知道 因為電鍋不會炒味道啊 為什麼會黑掉啦 你不要拍到下面喔 這樣人家就會覺得我用得很好 沒了 該什麼… 打什麼打 告訴你 不要小看 我想大概就是因為是我主的關係吧 雖然說我讓它有點給你炒味道了 我的椒就是有一點點鍋巴的香味 你們可以隨性的 依照你們個人的喜好標 但因為我本人啊 真的就是有在給它熱愛 熱愛奶油 你看有多熱愛 就是我們家的油三條 奶油 當時我們奶油要倒多一點 可是奶油的油啊 它也可以增加它的那個滑順感 加一些些 很明顯 哇 真的耶 你看 它變得很稠耶 手痠了 OK 這樣是不是差不多 這樣子 它不會掉下來 然後又很稠的狀態 我覺得這樣最剛好 接下來就是要拿出我們的戚風蛋糕了 戚風 把它這樣插出來 哇 相當完美的一個蛋糕 它這個 它好像 它沒有布丁 這樣 這樣 來 你有看到我嗎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是把它鋪上去了 很緊張 把它先鋪上去 牛奶被我喝完了 牛奶被我喝完了 不然 不然你再給我一點鐵湯匙好了 有啦 用鐵湯匙就可以了 你給我黏上去啊 等一下 給你打架 我告訴你 你各位有沒有 你如果 聖誕節一個人過啊 寂しい 你可以跟我一樣做這個 沒有關係的 我個人很喜歡過聖誕節的原因 是因為聖誕節我都會有很多特色的餐點啊 或是一些特色的包裝 很有歡樂的感覺 但我也是那種聖誕節不太會出去過的人 雖然說我上週的那個聖誕節的影片 感覺非常的歡樂 塑形好之後呢 現在來放炸雞 這有帶骨的嗎 是不是有點醜 我就是沒蛋了 我會吃 喔 可以捏 欸 又不順了 可惡 我來囉 看起來很漂亮 好 好 可惡 給我的靈感 哇 看起來也太厲害了吧 靠 這真的是 Unbelievable耶 Chicken Cake 哇 這真的是 沒有想到可以做成功耶 所以就讓我想到我的滷肉蛋糕了 我一直在試做一些無味無味鹹的蛋糕 我們先來ASMR一下好了 舒服 直接給它挖下去嗎 怎麼辦 我不知道從頭刺起耶 我挖囉 這樣子 哇 好像在吃真的蛋糕 一種很特別的感覺 因為那個戚風蛋糕還有一點點那種 就是那種蛋糕的香氣 然後是帶甜味 馬鈴薯本身也帶甜 然後兩個配合起來呢 它其實沒有1加1大於2 它就是1加1等於2 而且還好有加咖哩醬 因為我覺得咖哩醬就是 在他們兩個之間有點把他們Balance的感覺 然後還有可樂果 起風的戚風真的很好吃耶 但我個人最喜歡它的紅茶口味 你們可以去買來吃吃看 強推 既然是炸雞蛋糕 我們來吃吃看這個 炸雞 然後再配上一口蛋糕 超搭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的炸雞為了紅色漂亮 所以我特別點了辣味 然後因為辣味它的辣度 對我本人來說其實算滿辣 所以戚風蛋糕跟那個馬鈴薯 你本身那個甜味 就有點綜合掉那個辣度 變得有點甜辣甜辣甜鹹辣的感覺 我覺得還滿特別的 怎麼會這樣 這麼成功 嚇死人了 你們看了之後會想做嗎 上面的愛太多了 所以以至於它有點沉重 怎麼會這樣 拿這一塊 小腿 太幸福了 我不趕快把這個上面的肉拿下 它等一下就要沉下去 你有發現它斜斜的了嗎 中間這一柿的馬鈴薯泥 就是野味露出了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影片然後試做的話 大家一定要記得Tag我的IG喔 因為我很喜歡看大家試做的那個照片 我覺得超酷的 之前我還有看到有人Tag我那個 乳肉蛋糕 大家都做得比我漂亮 超厲害 有外國人在看我的影片嗎 你們的聖誕節都怎麼過啊 台灣好像大家都是聚餐對不對 或是交換禮物 就是大家是一個很寂寞的家看我的影片 那你可以看我上週的影片 人很多 會覺得有點比較熱鬧的感覺 好 切切切 你們說到這個蛋糕會開心嗎 之前我做滷肉蛋糕 然後有人是做給他的男朋友 或是家人 他們家人是開心的耶 哇 結果反而喝紅茶最搭耶 剛入口那個紅茶 我以為炸雞配肥仔粿的水是最搭 結果剛喝下去 哎呀 紅茶搭 這樣子我拿掉是不是看起來有點微空虛 來淋一些咖哩醬上去 因為它現在呢 炸雞變得太少了 所以需要點咖哩醬的滋潤 滋潤一下它的身心靈健康 我是不是淋得有點醜 可以 雞腿吃完了 剩下的就是我們的蛋糕了 以及我們的馬鈴薯泥 這時候就是要配我們的咖哩了 辣一個醒鼻涕 最後這一小塊就是要淋上我們的 咖哩醬了 咖哩醬了 欸 不要勁拍 淋起來是不是偏醜的部分 最後一口 完全沒有任何炸雞 嗯 吃完了 我覺得這個炸雞蛋糕吃起來 其實還滿有趣的 而且我覺得做起來也滿觸彼 就是 你看到食品的時候你會有一種 何これ 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還滿 滿推薦大家就是可以做做看的 然後就是可以送給朋友 朋友如果收到這個心情 不知道會是怎麼樣 你們收到你們的心情會是怎麼樣 我個人會覺得還滿特別 而且很適合拍照 好啦 這一次的炸雞蛋糕就到這 先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然後聖誕節如果 Lonely 寂しい 寂寞 覺得冷的時候呢 可以看一下我上週的影片 或是這禮拜的影片 那接下來就是跨年了 我們明年見了 各位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就先這樣子 掰掰 掰掰 We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太高了 嗨